Section 4 是要看 The Motion of Gyroscope and Top Gyroscope 其实是那个陀螺仪啊 那 Top 的话是什么 是我们玩的那个陀螺 陀螺仪其实现在都蛮进步的 你大部分 像手机里面也有一些陀螺仪 所以你会知道一些方向性 另外 比如说 那个有些车子上面 它为了平衡感 它都会有装这个陀螺仪 当你往前行的时候 它会知道你往前行某个角度大小都可以测出来 好 那它的陀螺仪或者是这个陀螺 它的运动的行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会有转动 然后它在地面上 它也跟地面接触那一点 它也会移动 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跟地面之间有个摩擦力 最后会开始 但它并不是垂直地面 而是跟垂直轴转一个角度 那这时候这个有趣的行为会出现 它会同时有自转跟什么 跟公转 那这个公转的行为我们就称为静动 所以这是一个蛮漂亮的一个名词 叫做静动 好 那下一步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静动 对不对 另外可不可以算出这个静动 或者公转的频率 它的角速度是多大 角速度啊 频率啊 这个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可能乘上2π 2πf 就等于角速度 好 所以 第一个就是说它怎么样产生 那我们看到说它其实是因为它 它开始 跟地面不垂直以后 会 受到重力有一个力矩 然后这力矩呢 它并不是 方向并不是跟转轴同向 如果跟转轴同向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 它就会造成你的脚加速度 就让它增加或者是减慢 但它这个力矩 重力矩 刚好跟你的转轴是这样 是垂直的 垂直的时候它就可以拉着它跑 变成说有另外一个公转的行为 或者是静动的行为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计算 怎么样 好 因为这个力矩造成这个 啊 脚动量这样 才开始在做公转的行为 好 第一步就是算它的力矩 力矩的话就是 r cross f 那你的 啊 这个支点啊 就是它跟地面接触的那一点啊 然后到达你的 啊 直心的位置就是r相量 然后外积你的重力就是乘上mg 再乘上sine去打 所以力矩就找到 那这力矩就会这样 就会开始让你的脚动量开始这样 随时间就会开始方向改变 那改变就造成一个ΔL向量 所以 所以 所谓的ΔL向量就是什么 就是力矩所造成的力矩乘上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刚刚算出来的力矩是rmg sin 把它算出来 所以大小叫rmg sin 乘上dT 好 那这个ΔL向量呢 它其实 最后就会 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 静动的一个角 跟这个静动的这个角速度有关 不过我们要看到的 静动啊 它并不是 这边画的D5角 它实际上是在平面上 我们看到它在平面上静动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是这个 这边有一个三角形啊 DL向量 所以实际上这个三角形的 这边的DL向量 然后 这个 因为它是在上面的这个角度 你看到这个 我们最后要算的是这个ΔΦ 角度应该在这里 ΔΦ ΔΦ 所以ΔT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Omega Precision 所以我们要算Omega Precision 是等于上面那个角 并不是下面那个 上面那个角 上面那个角的话 你就要用上面这个半径 那这个半径其实就不是L 实际上是L乘上Sine 所以下一步我们再从ΔL 要算出Δφ 除以ΔT 那先把Δφ Δφ的话你可以讲 可以用这个三角形的 它的 就是这个是弧长 除以什么 除以它的半径 所以ΔL向量的长度 那L向量 Sine 那L向量长度就是L 然后Sine Sine 还是Sine 那ΔL向量 就刚刚上面的Rmg Sine Sine DT 所以最后这个Sine 小调变L分之Rmg 成像DT ΔT 那再把这ΔT 拉过来 就找到我们的什么 Precision的 公转的什么的那个 角速度大小 所以Omega P就是什么 就是Dφ DT 答案就是L分之Rmg 它再把L 换成它自转的角速度 变成I omega分之Rmg 那这里头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什么现象 就是你发现到说 当我一开始我的自转的角速度比较快的时候 那这时候它的公转 它实际上公转的角速度比较慢 它就会转比较慢 那当我快要停下来之前 就是我的自转的角速度变慢 那这时候你发现它公转就变得很快 所以这个是你日常生活中 在玩陀螺都会观察到的现象 那其实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重力 造成这个力矩 然后这力矩呢 可以讲它改变你的角动量的方向 带着你的 这个陀螺开始进行这个进动 就是公转的行为 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example 它说 有一个例子 它的质量是 A particle of mass and move with speed V0 它以这个V0速度在移动 因为Circle 所以它是等速率圆周运动 然后它的半径 of radius R0 on the affliction is tabletop 所以想象中就是有一个桌子 然后在上面它有一条绳子 然后一个物体在转动 OK 那 the particle is attached to a string 就是用一个绳子抓着 它才可以做远做运动 那 path through a hole 所以它挖一个洞 所以这边在桌子上面挖一个洞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绳子可以拉着它 好 那 这个什么 它的string is slowly pulled down 所以它下一个动作 就是一开始是以V0 R0 就是半径是R0 然后速度是V0 一开始是这样 M 然后一个V0 OK 最重要是下面一个动作 就是它沿着这个洞 拉着这个绳子嘛 它这个绳子的string is slowly pulled down 慢慢把它拉下 so that the particle moves 所以使得这个例子怎样 移动在一个比较小的什么 半径 叫R1 那这时候就是角动量守恒 所以你可以算出它 它接下来的速度是多少 所以A find its speed on the circle of radius R1 那你往下拉拉到R1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那B的话 它这时候的张力 Find the tension when the particle is moving in a circle of radius R 就是你慢慢拉下来 不是R1 那其他的R的时候 那任何R R的R1也都一样 它的什么 它的张力是多少 那C的话 你可以算出力量的话 那我这时候呢 如果力量随着半径有关系的话 我就可以去算 算做工 所以C C小题要算做工 所以A小题很简单 你就是去找角动量守 因为整个系统它的什么 它的外力矩为0 它并没有收到力矩 所以它的 你还没有拉之前 它有一个角动量 就是R0乘上MV0 那你把它拉到R1的位置的时候 它就是R1乘上MV1 所以V1就可以算出来 就用角动量守 你可以算出来 好 那第二小题是说 任何位置 任何位置的话就是R 所以任何位置的话 它的速度就是R分之R0V0 那张力的话 张力是向心力 所以质量乘上向心加速度 所以M乘上R分之V平方 那再把V换成R分之R0V0 所以打担音区就是R3乘上R0V0 这个是一个常数 这上面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它基本上变数就是半径 所以它是R3乘上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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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下一步呢 你C小力就可以算 算做工 做工的话等于什么 力在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位移嘛 那这边其实是往下拉 其实是什么 是往半径的方向跑 那它的力是什么 是向心力嘛 所以是负的 R单位相量 然后另外它往里面拉 所以也是往半径方向拉 所以它的这个 你用的是一个极坐标 所以你内积什么 内积这个DR单位相量 好,然后它从什么 从R0的位置往里面拉 拉到半径更小 R的位置 那现在做工是做工多少呢 好,所以计算一下 这个有个负号 然后内积的话 R单位相量 内积R单位相量等于1 所以就不用管它 所以你就是做DR的积分而已 那R的-3乘上 基本就是 这个-3加1 这边-2嘛 复复得正 2分之1 R的-2次方 再把什么 再把半径R跟 半径R0 带进去相减 所以R带进去R平2分之1 减掉R0平2分之1 所以 这是比较小的 这R小于R0 所以 实际上这个是正的值 做工 OK,那你就算出来 它答案是 2分之 MR0 V0 的 MR0平方 V0平方 然後 乘上R平方分之1 减掉R0平方分之1 Section 5 Quantiz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这部位我们其实前面有稍微讲过了 概念上就是波的行为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叙述 它说 Meta wave concept All particle motion can be described by wave 那这波 一般我们就给一个波函数 那波里面会有波长跟什么 跟频率 那波长 我们就会写成 2π 除以波长 它就是什么 就是k 就是波相料 那频率的话 我们会把它写成2π f 就写成 Omega 是角速度 所以这边有k 跟Omega 那就写一个波函数 是正幅乘上sine函数 kx Omega T the orbital motion of a particle 就必须要 必须要 这个跟这个波 要这样 要 要这个完全稳定 因为它就是波动 那它就有一个叫 Wilson-Sommerfeld 狂带的旋路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波长的整数倍 所以你看到 这边画出来是波长整数倍 它的一个 轨道的一个 假想的行为 好 所以它的k 等于那哪分之2π 那它的狂来线 狂来线路 我就告诉你说 ,积分 绕一圈 就是 行走一圈 然后 k乘上ds 会等于n倍的2π 这就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 因为它是波长整数 所以你都可以推导出来 好 那另外呢 k就是什么 就是p h bar 就是 我们说要把 波长 跟 频率 结合是什么 变成 动量 跟 能量 所以它的 之间的换法 这个 这个是波长的换法 是 就是 n倍 2π 这边是 n倍 2π 乘上 h 除以 2π 所以它本来就是 h 除以 n倍 动量换法 动量换法 那能量呢 能量 能量 e等 h乘上f 这一个是 已经知道波长 或者是频率 你可以算出 动量跟能量 那如果已经知道 动量能量 你可以算出 这个 例子它的波长 跟频率 ok 好 所以呢 你把它换一下 k等于p h bar 当然去就变成 积分 走一圈的意思 p 除以h bar 譬如说 一圈的2π 你也可以乘上 乘上2π 就可以了 它量子化 等于n 乘上2π 好 所以那你就真的 把它走一圈 2π 升上p h bar 等于2πn 那这时候就得到什么 角动量量子化 这就是 L等于n h bar 我们前面讲 那个 氢原子的电子 在绕 它就会 角动量量子化 那 后面也可以讨论出什么 它的这个 半径也被量子化 轨道半径 然后它的能量 总能量也会被量子化 ok 好 那所以 这个 轨道量子化 它就讲 就给了 it gives the quantit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for the electron in the hydrogen atom 就是我们前面计算 就是 先第一步先 呃 角动量量子化 好 那 其实这 角动量量子化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 orbital motion 轨道 轨道 轨道的角动量 它在轨道 轨道上面移动的角动量 好 所以呢 它量子化之后呢 就可以讲 可以下一步可以推导 推导出它的 能量量子化 所以 你就得到说它会有 N等于1的时候的能量 N等于2的时候的能量 那如果电子在这边做要线的话 就会放出这个能量 所以它是discrete 是这个 并不是连续的这个 能量释放 我们接下来就用前面那个很简单的 角动量量子化 然后来解决 一些问题 所以这一样是一个概念嘛 就前面有一个物理概念 那接下来就用这个物理概念 来解决一些问题 他说Consider an oxygen molecule 就是氧分子 Rotating on the xy plane 在 xy 平面上转 而包的 z axis 转轴是 z 轴 Rotation axis Path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molecule 所以刚好两颗氧 它的中心点就是转轴 Perpendicular to its length 刚好把这个氧都放在 xy 平面上 氧分子 两颗氧都放在 xy 平面上 The mass of each oxygen atom 就是它告诉你质量 是2.6多乘以10的 负二十六四方公斤 And the averag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atoms is 1.21 times 10 to minus 10 meter 它已经给你它的直径是多少 假如你考虑了quantization nature 就前面讲 有点Nh bar N等于1 就可以先算 Please find the Lois Lois 就N等于1 Angular speed 所以呢 很简单 这边就是 这个是 xy 平面 所以 z 轴就刚好指向这个萤幕外面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可以去算什么 算它的转动灌量 i 好 那 刚好就是 mi ri 平方 它质量就是 它提不定给你 2.06乘以10的 负二十六指方 那它的 ri 就是它的 距离除以2 所以1.21乘上 10的负十四方 那除以2 变0.605乘以10的负十四方 平方 ri 平方 那它有两颗嘛 所以就乘上2 所以 你的转动灌量可以算出来 好 转动灌量算出来 接下来呢 你要算它的 它的 最低的角速度 那就要用什么 用转动量 好 量子化 L等于 n h bar n1的时候 n1的时候 1倍h bar 那 这时候 i乘上 omega 就要等于1倍h bar 那 最后omega可以算出 h bar i 就会算出它是 5.41乘以10的 11之方 radian per second 所以这个是 蛮有趣的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 诶 基本上要遵守 波的行为 它就会有量子化 你就都可以去估计 实际上 它转动的时候 它的角速度是多少 本来你根本没办法 算出它的角速度 对不对 那接下来有一个 量子化的简单物理图像 你就可以算出它这个 氧 氧这个氧分子 开始在转动 那它转动的这个角速度 大小是多少 我们这个课程的录制要感谢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是国立交通大学理学院自主爱学习计划 另外一个是科技部的一个补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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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